近日暴風雪天氣襲擊尾東 交通出行和生活都受到嚴重的阻礙 面對突然期來的自然災害 民眾應該怎樣應對呢? 美國紅十字會就新推出為期三年的 性蓋博谷應急計劃 正是針對這個問題 提醒民眾要防患於美嚴 並且協助大家預防和應對災難事故 美國紅十字會聖Gabriel和Promona分會 今日聯合召開記者會 就全新推出的Prepare Saint Gabriel Value計劃 向媒體作說明 針對南加州近年有可能發生大地震 或者其他自然災害 Prepare Saint Gabriel Value計劃的主要宗旨是 加強民眾的災難應急服務能力 招募和培訓更多的災難應急志願者 以及與當地政府和社區建立更多聯繫 去幫助他們教育民眾如何應對災難 並且改善當地的信息交流系統 希望大家 我們大家是華人的社區 能夠多一點這種準備工作 我們也有這個獎勢班 免費的可以到各個地區 到各個學校 到各個公司行好來做這個 國泰銀行 捐助美國紅十字會聖Gabriel 以及Promona分會15萬美元 成為其Prepare Saint Gabriel Value計劃 官名贊助商 所以對我們來講 身為Saint Gabriel社區的一份子 我覺得我們國泰銀行有這個責任 我們要來掀盡我們的企業責任 Pasadena市 South Pasadena市 Alhambra市 Almonte市 Laprundi市 還有聖Mario市 六個鄰近社區的市長 及國泰銀行董事長 兼首席執行長鄭家發 出席了今日的記者會 尤其是在我們Saint Gabriel的本身 不要存著一種心理 認為說地震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仰賴外界來的援助 外界來的援助通常都會來得很慢 我們一定要靠自己 Tina 維線 孟子門採訪報導